臺皮一哥劉征 除了在SBO戰場表現出色 從二零一二瓊斯杯中華隊開始 也累積許多國際賽經驗 今年再度入選中華隊十九人培訓名單 他也期許自己不論心態或球技 都要更全面成長 這位高中時期 遺族出身的風味搖擺人 總是在場上展現強烈企圖心 攻守兩端都能有所貢獻 招牌的超級快攻灌籃 更令球迷印象深刻 這幾年的大幅成長有目共睹 外界也相當期待 即將邁入二十五歲的劉征 未來能夠接下野獸林志杰的棒子 成為中華隊二三號位的主力戰將 七一八十特就是沒有想 沒有想那麼多 因為就是畢竟年輕球員 也是要等待一些機會 那這幾年機會就是慢慢有出來 那就是要好好把握 劉征的爆發心 我想大家都一清二楚 在球場上面 他在場上如果有很好的爆發 那現在就是球賽的穩定度來講的話 他還必須要去拿捏 我希望他能夠學習自己的精神 能夠有一種除了自己能夠 在危機當中跳出來的 這樣一個本領之外 也能夠適時的刺激隊友 把這支球隊能夠把他帶起來 經過幾年的國際賽洗禮 劉征表現越來越成熟 也祝福他這個夏天 在瓊斯貝和雅錦賽 繼續突破自我全面進化 未來體育新聞 小信昌李一涵 採訪報導